这条题目就讲到有个正整数 那就发现如果将它加加减减呢 那就会出到一些完全平方数 那然后要我们找这个正整数 那既然题目要求我们要找这个正整数的话 那当然很简单啦 我们这次led的东西呢 就是ledx做这个正整数啦 那不用想啦 那然后呢,这条题目呢 就可以很简单地写成跟着题目这样的条件啦 我们就可以列公式啦 x加上10 那它是一个完全平方数啦 那我叫这个叫做m的平方啦 那然后,x-79 那又是另外一个完全平方数 那我用它就叫n的平方啦 那然后呢 那如果我们将两色相减 那手痕啦 两色相减的话 那我们发觉呢 左手边就会等于89 那而右手边呢 就会等于m平方减n的平方 那这些东西呢 就可以拆解的 那可以拆解到m加n乘以m减n 那然后呢 那然后呢 我们要讨论的呢 就是首先呢 m这个东西呢 m这个东西是大过n的 那由于一个正整数加上去 那就等于一个完全平方嘛 那这个东西 m这个东西是大过n的 然后呢 然后呢 接下来要讨论的东西呢 就是 特别啦 那既然m大过n的话 然后 我们 这一条式 m加n乘m减n呢 就等于89 那89呢 它其实是一个质数来的 那说的东西 也就是89呢 它可以等于 1乘以89啦 那 那除此之外呢 就没得拆了 那你只有一种拆法的 1乘以89 那然后 既然没得拆的话呢 那那 也就是m减n这个东西呢 就一定是等于1啦 那而m加n这个东西呢 就没办法了 只可以等于89而已 那我们拆出来 就会变成了两条式 就是m加n等于89 m减n呢 就等于1 那这两条式呢 夹了出来呢 那我们就会找到 这个m是什么了 那解到出来呢 解到出来呢 m 今次就会等于45啦 那所以呢 x解到出来呢 也就是x就是 m的平方再减10啦 那也就是45的平方再减10啦 那45的平方就是 2千025啦 那减10就是2015啦 那这个就是今次题目 我们找出来的整整数啦 那然后我们写回个解呢 那解呢 就是说这个数就是2015嘛 就是这么简单啦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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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